听懂 我有一个秘密 悄悄告诉你 欢迎你来到天堂入口 听懂 有人在暗门里 是谁在外面 把我做去当一场游戏 臭宝们 准备好了吗 请将你手里的三朵小花花送给我 让我们进入案发现场 时间 2011年5月23日 地点 浙江省温岭市 这天傍晚 一对中年男女形色匆匆的来到了 长东派出所报警 称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在酒店里失踪了 父亲说他已经一整天没联系上儿子了 他也曾去到儿子工作的地方找过 但发现儿子竟然没有去上班 经了解 其儿子是某金融机构的部门经理 从来没有上班迟到早退的现象 但是今天竟然没来上班 这让他感觉此事有些不对劲 于是他就立马拨打儿媳电话 打听儿子的去向 结果发现儿媳此时也下落不明 突然家里两人下落不明 父亲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于是他连忙带着老婆来到了派出所报案 警方接警后 也是立即赶到了事发酒店 就在服务员打开儿子所住的606房门时 突然眼前的景象让侦察员的心立刻颤抖了起来 而且床上的被褥也被换了一套新的 并且被子上还放着一支玫瑰花 这朵花让这个房间更是充满着诡异的气息 由此警方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一起刑事案件 于是警方立即安排侦察员对房间进行仔细勘查 突然侦察员在房间的墙面上发现了多处喷溅状血迹 且上面还有擦拭的痕迹 这形态的话 证明这个地方发生过搏斗 有人在这个地方受伤 最后侦察员又发现房间里的地毯有被捡过的痕迹 且捡的地方也发现了大量的血迹 一般来说酒店的地毯都是非常厚的 现在血迹直接能够浸湿到下面 这说明房间里的出血量不是一般的大 至少得有上百毫升 由此警方认为该房间的住客是凶多吉少 不仅如此 侦察员还在卫生间的洗手台 吹风机上都发现了多处血迹 但侦察员经过勘查后 并没有在房间里找到任何与住客相关的物品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侦察员发现住客来时开的一辆崭新奔驰轿车 也不见了 由此该案件就升级成了一棋 以钱财为目的入室抢劫杀人案 那么被害者现在在哪里呢 为了查明真相 侦察员就立刻调来了两条警犬 开始对整个酒店展开了全方位的末拍 突然警犬到达屋顶时 对上面的一个消防水池异常兴奋 并且朝着水池疯狂叫 见此侦察员立刻使用探照灯 对水池进行勘查 很快就在上面发现了血迹 接着侦察员爬到水池顶部 从洞口向水池内看去 竟然发现水池里有两具赤裸的尸体 后经家属辨认 这两具尸体正是他们的儿子儿媳 此时在场所有人的表情都显得十分沉重 那么究竟是谁要将二人残忍杀害 并丢到了水池里呢 见此警方立即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录像 视频显示在22日晚11点左右 受害男女开着一辆黑色奔驰轿车 来到酒店外的停车场 随后两人从车上下来 进入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 接着二人先后进入了酒店的606号房间 然而当侦察员想继续往后查看视频时 突然监控画面就中断了 后侦察员通过查询后 发现酒店的监控视频 从23日零点到凌晨4点 竟然出现了长达4个小时的空白 首先侦察员通过调查 排除了酒店这段时间停电的可能 并且通过检查电脑发现视频 也并非是人为删除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摄像头店员被认为拔掉了 这样就造成了监控的中断 由此侦察员推断 嫌疑人能短时间内将酒店 所有摄像头都关闭 那此人应该对该酒店内部非常熟悉 这也让警方确定了 嫌疑人就是酒店内部人员的可能 得知这些后 侦察员就立即对酒店的工作人员 进行逐一排查 很快侦察员就发现了重大线索 根据两人可疑的情况 侦察员就立即对两人的身份信息 进行调查 然而就在这时 侦察员发现二人的档案信息 已经被人偷偷拿走了 于是侦察员就立即前往二人的宿舍 而且确定了这两个保安具有重大作案协议 后侦察员通过大数据 还是很快的就查到了二人的身份信息 这两人都是四川籍 一个叫陈远忠 另一个叫忠伟 然而就在这时 对监控进行调查的侦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22日晚时 被害男子在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 他从包里拿出了大量钞票准备付钱 而此时正好有一个身穿保安制服的人 在他的后面来回走动 经过辨认 这个保安正是陈远忠 紧接着侦察员又在酒店门口的监控里 发现陈远忠又走到被害人的奔驰轿车边 左右打量这辆轿车 于是警方综合以上总总线索 分析被害人在来到酒店时 正好被嫌疑人看到了 他开着一辆价值不菲的奔驰轿车 接着又观察到他的包里有大量的钱财 见自嫌疑人心生歹念 于是在午夜将监控切断 接着就偷偷潜入被害人的房间 将之杀害 随后更是将尸体藏溢到屋顶的水池内 事后嫌疑人就驾驶着被害人的轿车亡命天涯 为了查清嫌疑人的逃窜方向 侦察员调取了酒店周边的各个监控 进行查看 发现在23日凌晨4点 被害人的奔驰轿车出现在温岭市泽泰路口 并朝着城北方向驶去 见此侦察员对嫌疑人的逃窜路线 给出了两个猜想 一是嫌疑人可能会将车辆销赃 二是嫌疑人可能会返回四川到老家进行藏匿 接着侦察员发现在23日中午 被害人的奔驰车从开州上了高速 并且开往了福建方向 为此侦察员做了几种猜测 当时感觉 建议温岭警方立即对福建警方及四川警方发布协查通报 并且还派出一支精干力量前往四川对嫌疑人进行围追堵截 不多时 这将温岭警方就接到了四川警方的电话 称在内江市收费站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陈远东和东雷抓获 并缴获一辆奔驰轿车 接着两个犯罪嫌疑人也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问 正如侦察员猜想的那样 嫌疑人正是在被害人付钱的时候 看到了被害人手里厚厚的钞票 由此心生歹念 于是他们就在午夜将酒店的监控店员切断 然后找借口检查店员线路敲开了被害人的房门 两人进门后见被害人比他们强壮 于是直接就用电棍对着受害人阻了过去 随后三人扭打在一起 两个嫌疑人费尽浑身力尽 最终将房间内的两个被害人残忍杀害 接着两人为了毁尸灭尽 就将两个被害人的尸体丢进了楼顶的蓄水池里 这两人自以为自己将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可没曾想警方仅仅用了两天就将他们拿捏 自此故事结束 最终陈远忠和钟雷两人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功的领取了两个热乎乎的花生米 视频最后驴哥提醒各位朋友 出门在外一定不要露财露身材 因为一旦被人盯上 那就是凶多吉少 关注